大家好,歡迎來到今集讀樣法藏的特備 因為我們來遲的嘛,當金融先生過世的時候 我們是說不遲的,結果等到Stanley死了才說 就是很遺憾 一次過走了,就是東西方兩面和文化的兩位巨像 但其實Stanley是遲遲才說,我們今天就說金融的 好 就因為我們有位主持是,竟然,請說我用竟然這兩個字 他還沒看過金融的,所以我們要請外援 大家好,我是Thomas 這個世界有很多書的嘛 我的娛樂不在於流行的武俠小書 有個人跟我說他看漫畫,但他沒看過Stanley的燈 我會有點驚訝 沒什麼值得驚訝 好,我們請兩位嘉賓 你好,我是Jackson 我是迎青 其實今天我特意不寫Flo 因為我經常覺得,第一次印象很重要 大家畢竟都看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一說就會勾起某一些回憶 所以是不需要準備的 我想問,除了沒看過那位之外 大家看了多少本,我本人都看了 我也看了 我也看不完,我看了三套 就是小說 因為我早就知道,我想問一下 因為很少人是看了之後沒有看完 因為多數一開就看完 會忍不住看完 就是我很好奇 因為一開了 你人生那段時間就要做一件事 就是看書 然後你上學就看 你去廁所看 你晚上也會看 所以我不敢留戀愛 因為那天七夜是無間地 除了吃飯 分分鐘睡覺也不睡覺 很明白 你看了哪三套 我看了神雕俠女 看了《笑浩江湖》 看了《天龍八寶》 有一點意外 我一開始 那時候我幾多個大約去《form3》 我就問我舅舅借了一套《笑浩江湖》 但一直放在家裡 整年都沒開過 沒碰過 然後有個暑假真的悶到 沒有事要做 真的很悶 然後不如拿來看看 一開了 之後就停不了 我想說一說 我想以大家的年齡都是看第二版 如果大家認知的第一版 就是報紙連載的 其實現在比較難找 第二版就是 我這個年紀 三十多二十多三十四十 圖書館很厚 只會變色那個版本 大家一定有印象 我有一套在家裡 我特意說我要變色那個版本 還有最近 我覺得是十年前開始 開始改版了 那個我就沒看過 那個我也沒看 大字版是嗎 不是大字版是另一件事 他改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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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修訂一些內容的版本 跟大字版是不同的 不過我來到這裡 在說之前 我有點想宣誓我不滿 固然之作品是他 他喜歡怎樣改 但問題是 改錯字我明白 楊過商長拍出這些 比較難接受 因為他是批的 可能有鐵 你裝了一隻刺男的鐵 可能鐵很輕幫他 但我聽回來 他有一些情節改了 我有點覺得很奇怪 因為那時候 我猜 例如蛇丟 他為了自圓其說 為何黃藥絲 要逼到兩個徒弟 即是梅超峰和陳元峰 他們有詩情 就結婚 但為何他們知道他們拍拖 就要逼到他們離開呢 他為了理順 這件事就是 其實黃藥絲對梅超峰有些事情 可能怕師傅搞咎他們 好像合理了 但問題是 引起另一個不合理 原先黃藥絲很喜歡他老婆 結果他變成了 第二個姓湯的律師 原先不是說 因為他很喜歡他老婆 所以他老婆死了 他覺得世上的人 都不會有幸福 所以才去搞咎他 不是的 第一版的黃藥絲很帥 大家如果有印象 第一版的意思是 報紙那個 原先黃藥絲 他有一首善話 是想要殉情的 總之說女兒自己會照顧自己 就是殉情的 第一版是說他真的坐上去殉情 即是說黃藥終於找到郭靖了 即是他可以見到他老婆了 很帥的 嘩 情聖 到第二版呢 他縮了 都不用死了 因為船被郭靖來坐 好像說 到第三版 結果就變了一個 喜歡自己徒弟的人 對我來說 格調低了 對 就是這樣 對 我聽起來也覺得格調低了 可能是不同年紀 看的東西有些不同 喜歡玩徒弟 還沒看第三版 不夠膽 我覺得是反映了他的婚姻狀況 多少都 當然第一版我沒有看過 這個我也是聽回來的 但是 感覺很不良好 還有另外 其實我有一個覺得好 即是說我用昂咎這個字的 就是 他改了韻志平的名字 說不想誣衊先人 但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韻志平 就是強家小龍女那位人流行 但是問題就是 作為一本你要經常性的歷史 是不是歷史的書說 那你是不是又要幫乾隆平伐呢 乾隆他是不是 他應該不是漢人來的 以我認知 你說他是漢人 那例如 蒙哥 是蒙哥 蒙哥應該不是被楊過扔死 那你算不就誣衊了蒙哥呢 即是這些 如果你是 蒙哥被楊過扔死 是啊 蒙哥 是啊 你沒有看成人的合女 蒙哥 怎可能在成人的合女出現 郭靖是和拖雷一起 蒙哥是 蒙哥就是拖雷的兒子 那可能是同名 因為他對上一輩還有一個叫蒙哥 我記得是蒙哥 蒙哥是元五代第三個皇帝 蒙哥之後到忽必烈 第四個皇帝 蒙哥沒有說錯 原來是楊過這麼早的 是啊 那我又覺得他有一點點 對我來說就矯枉過正 虛構小說就是這樣 買回第二版吧 還有第二版吧 我只會買第二版 是第二版 台灣好像去年出了第二版 有的有的 因為他知道第三版可能不能買 那些人會比較喜歡 大概這個就是我改版的感受 你們還有什麼補充嗎 沒有啊 因為都沒有 一直聽到 因為我認識很多有看金融的朋友 我認識了他們可能20年 然後呢 他們的feedback就是第三版 就不是那麼喜歡 大家的價值觀差不多的時候 那我就沒有勇氣去看第三版 其實你們都應該對第二版的那個 那個情感是特別濃的 是啊 因為始終是 我中學的時候看 就像你中學看足球小象 那樣 你撕不掉 現在改版的足球小象 你無論如何都會覺得 那種感覺 那又說回一些書 那 我想問大家最喜歡哪幾本 其實入門是哪一本 我反而想問 我入門是射雕英雄傳 我看射浩江湖 我是不記得的 但是我覺得異體 可能對我來說好像 神雕俠俠女異體 其實你是應該看射雕英雄傳 應該是 射雕英雄傳 因為我已經有概念 所以可以 不同的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你年輕的時候 即我十幾歲的時候 大部分人是喜歡 這本上我會當作一本書 就是射雕神雕加二天 因為是最 基本上 你見金融已經設定了 武俠世界 應該是這樣的框架出來了 在這三部裡面 已經是最黃度了 例如 特別是 年輕人看完之後 當然覺得自己是楊過 我就是楊過 我將來一定找到小熊女 大個就發覺自己是雕 被人捱雕 大個就發覺自己是雕 裏面有很多情事題 的確給了很多環水空間 作為年少的我 這個是少年人的浪漫 大個是否因為平衡會比較高一些 平衡度 他什麼都有一些 例如 射雕是一個最黃度的主角 我想郭靖已經不能再黃度 勇者是 勇者是 而去到神雕是一個很漂亮的愛情故事 雖然我覺得他改了結局 我覺得小熊女是不應該回來 應該死 我覺得他有點選擇 我大過了看神雕 我是很不喜歡楊過 因為楊過是男人喜歡 楊過是一個什麼人 就是一個全部女人都喜歡他 但是 我全部女人都不喜歡我 我只喜歡一個姑姑 這些就叫做Player 天下間最真的人 每個人都最真的人 應該就是Player 小時候是喜歡楊過 但是大過的髮型 最像人 就是張無忌 我很討厭張無忌 我小時候很喜歡張無忌 我小時候很喜歡張無忌 張無忌是一個很慘的好人 因為張無忌是一個終極悠遊寡段的人 你不知為何這個人做得成大事 但是他是一個悠遊寡段的人 但你發覺人很多都是悠遊寡段 其實你發覺最像人的反而是張無忌 楊過這些不存在現實世界 但是郭靖都很敏 唯獨是張無忌是最像人 而他們幾個故事都很王道 這幾個男主角都很王道地是死老爸 基本上所有主角都死老爸 其實是因為本身英雄故事這件事 很多時候都會死老爸 這個好 但我們就不懂 其實不要說Hero還是Super Hero 很多時候他的神話就是要超越你老爸 本身的設定一定會是這樣 還有戲劇性 其實不是沒有的 有一個故事後段死的那個叫段譽 他就是一個典型富二代 他真的成功靠祖先幹 那人家是代理國王子 這三部最王道 反而我覺得人大了 你會開始喜歡看樂頂記天龍八部和少和江湖 天龍八部是一部好處 其實你們沒有什麼想說 因為我今天會說得比較隨便 所以你相信我可以 說回剛才那三部 我覺得一部一部比一部成熟的 老實說我不覺得金龍全部書都很好看 我自己就不喜歡《書劍欣秀錄》 我覺得《書劍欣秀錄》是一本很普通的作品 而且好像梁胡生 但是 早期一點 對 早期一點 反而我剛才說的那三部 你會看到《倚天屠籠記》是成熟過《神之俠女》 而《神之俠女》是比《少和江湖》更成熟 我想問一下現在不是有句對戀嗎 它不是根時尚的 不是的 是硬拼出來的 就是抽了這十四部書 但就撿回齊整 為什麼我剛才說有這樣的感覺呢 因為我覺得《倚天》的字用得很漂亮 是比《神雕》和《射雕》更漂亮 例如 《小腸琴短伊流王》 是 其實我不太知道在說什麼 但是我只覺得這個意境很漂亮 金龍用字是一個很厲害的 這個沒有反對 這個 你可以中間真的看其中一頁揭 然後看下去也很吸引 例如我記得他有名字 因為他那時候在報紙連載都要給文化程度比較大的人看 他每個名字用字未必很新大都改得很漂亮 例如楊過 郭靖 黃蓉 令狐聰 張無忌 其實這些不是深奧的字 不需要查詞典 你一定會看書都知道的人 但他容易很順口 而且好像是古人 有時候我看其他作家的小說 尤雯瑞刊那些 這群現代人的名字 有時候會看很穿越 這個是他用字的地方 其實我是小學開始看金融 我應該是小三開始看 因為看金融所以學識了很多字 當時是 例如裡面有些詞 可能是屬語 成語 我作文的時候就寫 然後老師就很害怕 根本就不知道你寫什麼 就問這個字是為什麼 要問你回頭 我今天拖婆婆過馬路 我雙掌一推 她用字真的很漂亮 我欣賞她夠淺白 沒有賣弄 因為後來大過看其他小說 看了整版都不喜歡說什麼 一版紙也是在描述 就是雙掌一推 對 雙掌一推 由指甲開始說到 指紋 但其實是沒有說話 她是很簡潔 很容易明白 這個是故事結構寫得不好 如果你看了一頁都不明白 我明白 但我覺得你看完那頁之後 很賣弄 金融是沒有賣弄 很堆齊那些字 還有你看到她是一個文化修養 是不是修養 她很薄學 我會這麼說 例如 鎮燃燒雲獎 鎮燃燒雲 我沒有記錯是李伯的詩 就是在那個年代沒有Wiki的 就是 你一是很多reference 很多真的書的reference 或者你本身自己就看很多 她可以就是 隨手就拿到一些東西去製造 演化了一個武功 或者一些名字 我會覺得她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不過說起剛才 我想起我想說什麼 你不是說你最喜歡張無忌 就是在這三個裡面 為什麼 作為一個女性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說最喜歡張無忌 她是我其中一個很喜歡的角色 原因是 她真的很好 她對人很好 郭靖也對人好 是啊 但是郭靖那種好 比較蠢 一來比較蠢 二來是 她不是不想後果的 但是她會 她會用一些很死牙面頸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張無忌她簡直是拖 但是她 不知道 我覺得張無忌 她不斷想逃避現實 逃避問題 但是逃避不到 她被迫要面對現實 我可以的 張無忌 不過都是她優柔寡斷的感覺 她不斷想給一些朋友而已 所以個人大中 這個是正常人 正常人的表現 這個是正常人 Jackson Jackson 你看《神妖合女》的時候 又幻想自己的樣子 沒有 我這麼多套 如果只是問我最喜歡 男生最喬風 我喜歡喬風 嗯 夠氣概 是 但是另外就喜歡 令胡聰也喜歡 其實因為喬風 她是一個 這個我覺得是看到金融的 就是自己的進步 其實喬風是一個 再完整版的郭靖 她跟郭靖差很遠 我覺得她的感覺 她也正路 但是因為她是 一個很成熟的人 其實她後期的郭靖 就是《神妖合》的郭靖 比較好一點 沒有那麼蠢 其實她是說 因為郭靖的話 很大原因 她是有很強烈的 國族主義 是 有很強烈的 對宋國的身份認同 是 但是 喬風是說她 怎樣去摸索身份認同的問題 她整個故事 都在穿插著這件事 我想其實 天龍白布的三位男主角 都是面對著這個身份認同的問題 例如 去捉食肉 那一刻就已經很大衝擊 對她的身份認同很大衝擊 對她的身份認同很大衝擊 或者是斷魚 那當然 或者是斷魚 她發現 那些全部是妹妹的時候 大家都 嘩 就是 又是對她來說很大衝擊 或者發現 爸爸媽媽 對呀 她的角色設定很強烈的 或者是高中教科書 有兩幕我印象很深的是什麼 因為 因為 我講過剛才 射雕是很黃暴的不合小說 因為她的氣勢很強 就是 那些蒙軍打仗 千軍萬馬 但是 天龍白布的氣勢再強些 強在哪 就是強在喬風 其實 斷魚和虛操我真的不喜歡 是啊 喬風她有兩幕最帥的是什麼呢 最帥 熱問 一個打十個 我一個 打一百個 還要保住阿子 我記得阿子重傷 一個打八個 然後到第二幕 她那時候已經做了遼國的南院大王 我又忘記了她為什麼 人家 宋朝的少林子在搞武林大會 你作為一個遼國的南院大王 拖著十八騎過去 還以為是不懂武功的 她一個人 入龍潭虎穴 完全沒有怕過 你會見到 阿金庸去到天龍白布 她已經可以把一個人的氣勢寫得很厲害 如果你用這個講蠻來講 就是後面突然有龍又虎 又要運走出來 因為她對自己喜歡的概念已經不同了 她簡單來說就是有理念的男人 有信念的男人 所以她才可以救這個氣勢 走出去去面對這些事情 因為她知道那些事情是 自己不做就沒人做 而我覺得剛才Jackson說過寧胡聰 她是什麼 她是再寫好一點的 袁承子 其實她們兩個有什麼 其實她們一個就角仇家人 這個只是說江湖的仇殺 但我覺得不同的是什麼 其實袁承子那種 其實她是想為國家做些事 結果發覺自己幫了大順國之後 忙了其實她們那幫人都有問題之後 她要遠走他鄉 而令狐聰其實也是同樣的東西 其實她不是很想理江湖市的 我想這個就是後期金融自己喜歡的境界 就是那些事情你處理不了的 就走了 那這件事就很明顯是說 她當時的政治現實和政治環境 那完成至那個問題 就是她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發現你來一批新的人 其實都是一樣是這麼官僚主義 這麼腐敗的 然後去到寧胡聰的時候 就是她會 寧胡聰很明顯是一個隱示 她去到最後都是決定和人影隱居 所以 我看到她的政治取向是 越來越淡薄 或者是 不是很想理江湖市 但是這件事和作者本身 是未必一定掛勾的 但是不是說她本身就最認為自己是寧胡聰嗎 即是她自己 但我講個笑話給你聽 他這樣理解自己 你知道誰覺得自己是風聲羊嗎 風聲羊就是總之裡面的一個高人 馬雲 因為我聽過這個笑話 阿里巴巴他們很喜歡金融 馬雲 每個人都改過沒有那麼高手名 馬雲覺得自己是風聲羊 這個記憶在哪裡 我想找到 我網上流傳的 但我都看過她是挺實際的 她覺得自己是風聲羊 有點好笑 無論如何 風是發風的 剛才說了男角 我想說說女角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男性三人主義 其實金融和古龍都是 他們寫的那些女人很偏執 男人沒有那麼偏執 我覺得用2000年的角度去說 1950至1970年的男人 這樣說是有一點點 那個年代誰說女不女權 誰說男女平等 對 也不說平等 你爸爸也不說 當然我們可以這樣去分析 但這個不是一個可以執著的點 因為那個年代是不說這些 我想會說個性 或者是他們個人遭遇的那些 我想如果要分析她的話 我覺得金融和古龍有一件事相同 我覺得金融總是被女人騙過的 其實古龍當然是 因為古龍在世上 變成三種女人 醜女應該會死 一個永遠會幫你的美女 以及一個永遠會欺騙你的美女 這些才是真姜姜 雖然我沒有看過任何一部作品 但是我看了一些江湖傳聞說金融拋棄租康的故事 就是她和她最初的那個太太 她第一個應該是被綠帽帶去的說法 沒關係 我說我那個 我看到那個 其實她就是 誰不知 因為她附近是 她成了名 那個是一個中文系的老師 還是教授 那個遠陪 然後就生了一個兒子 然後就開始成名 然後就在一間咖啡廳裡 就認識了一個年輕貌味的女生 於是她決定要和這個女生在一起 就決定要和那個太太離婚 她的兒子是希望 幫爸爸媽媽挽留這段婚姻 但不果 而這個兒子最後就自殺了 而最後搞了離婚之後 好像是隔日還是怎樣 很短的時間 就馬上已經和那個年輕貌味的女生在一起 我聽過版本有點不同 因為 我看Reference 你說的應該是第二還是第三個老婆 第一個老婆 就被綠帽帶的 她的兒子自殺 根據我得到的版本 就是為情自殺 就不是很關事 不過呢 大部分都是對的 的確 金融承認她是偷食的 也是事實來的 她承認對別人不住 她承認對別人不住 她也不能不承認 所以你看到 其實有些在她的作品看到這樣的影子 初六的時候很情深 然後發現原來男人都是喜歡偷食的 女角呢 說回女角 女角你喜歡哪個 有沒有哪個 特別喜歡 我最喜歡的是國殤 所以我不喜歡養國 國殤就是斬了她的手 不是 國父 國父是大女 我喜歡小女 國父是宋朝 港女 她是一個很慘的港女 她慘什麼呢 她很慘 從小到大 最想要的東西就得不到 不是應該她爸爸媽媽已經給到她最好的東西嗎 但是她最想楊過和她做朋友 楊過不肯和她做朋友 即是她是那些 斬她的手 對 她是很忌安的 即是你不肯和我做朋友 我就打夠你 所以就是喇叭劍斬了 是的 即是越喜歡就越欺負人 因為她是很徹底傲嬌屬性 但是是不好的 變發錢 即是這樣說 我沒有看過那些原著 雖然可能有很多改動 我想應該很少人是完全對金融凌接觸的 畢竟在所有冷文化裡面 多多少少都碰過一兩步 其實你後來的所有的武俠 即是現代主流的 都是受影響 我覺得 國殤我也是一個寫得很漂亮的角色 他漂亮在系 其實我猜了 我猜了 神德入你的故事 小龍應該是回不了你的 所以我想原先金融想寫的是 他用各種各樣的角度去看楊過這個人 因為楊過那時候已經是一個神雕大俠 嘩很燙的 蒙著臉出來走入仗熱 像幻想的 然後後面一堆人跟著他 然後作為一個年輕的女子 你會很仰慕這個人 但你發現這個人其實他永遠不會喜歡 因為他就是在喜歡一個 但是呢 最慘的是他知道 然後楊過走去發女 很壞 因為那時候 金林法師 發王入 然後捉了國殤走 然後呢 然後楊過就去救國殤 之餘 還要說是他生日 燒人糧倉 然後呢 給他三個人看 對 放煙花 公祝國二小姐 不知道 生日快樂 對 不是啊 我覺得你現在這樣說 他追求女生是無敵的 是啊 但是你已經 那時候已經 他已經知道有大姐姐的存在了 性格的東西很難的 這些就不是惡意發露 我滿足一下沒有看的聽眾 簡單來說就是 有位小妹妹 他生日 就問了一個大哥哥 拿三個生日願望 那三個生日願望 他做些什麼 他跑去燒了蒙古的糧倉 以及放煙花 宋朝放煙花 整個天都看到你的名字 宋朝都放煙花 這些不是普通人家做到的事 不是正常人做到的事 他們都不是普通人家 不需要宋朝現在無緣無緣無故放煙花 你現在無緣無故放煙花 都在放煙花 其實不是很明顯 我跟你說 這就是混合到全世界的女兒 是啊 真的沒得輸 沒得輸 所以我很不喜歡他 男女是有純友情的 所以我很不喜歡他 你國商不是很慘 最後做了阿美派 是啊 奇怪 因為他就是相信了男女是有純友 不是 他不是相信了 他就是相信了楊過 他就是知道 你想想想 如果有個男生為你這樣做 他就是跟你說 不過我的心也是在另一個女生 那沒有關係 他真的很傷心 我跟楊過說清楚 他從頭到尾都說自己的心是其他人 是啊 但他為你做這樣的事 但我的人可以在你旁邊 你以後 不是 所有男人都不會進入你眼 你做這樣的事 是不是 做這些事 真是 真的很壞 越趕越生氣 還有我覺得國商寫得好 應該這麼說 你看到如果這個世界真的有DNA 遺傳性格這件事 國父和國商是把黃蓉的性格分裂了 黃蓉是一個有些仆佳的聰明人 他心理善良也不錯 結果他仆佳那面去了大女兒 他聰明那面去了小女兒 所以其實國商是一個 土人喜歡一點的黃蓉 其實我不喜歡黃蓉 就算有人說 不是你看完神雕才喜歡黃蓉 因為他煮東西很好吃 所以我很喜歡黃蓉 但其實這個會不會是 射雕和神雕的不同 即是你大媽化之後的黃蓉 當然是不喜歡 金蓉有說過 他說要找個人來搞楊過 所以就要黑化這個黃蓉 但其實年輕時的黃蓉 我都不喜歡 我覺得這個人都 都有一些港女 他爸爸是富二代 人家是桃花島主 現在是中國四大富豪 中國四大富豪 他的生活環境就是這樣 而且他是從小到大 都是掌上明珠 有一條這樣的女兒 他是很合理 說一些我覺得很難怪他 他的生活環境是這樣的 他的成長環境是這樣的 我不特別喜歡 我不喜歡她的角色 角箱寫得挺好的 我覺得女生其實是挺喜歡黃蓉 因為他慢能 他什麼都做得到 而且最近那個男生是愛你 而且他很聰明 他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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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男朋友 最重要是這個男朋友很蠢 還要拜了一個最好的師傅 每個人都射到他 孔秋風 每個人都射到他 每個人都射到他 四大富豪 這些人 沒得輸 最後還尋重成主老婆 老實說 如果一看黃蓉 你問我喜歡他 有哪一部份 我看得比較開心 就是他玩他的兵的時候 我只是說 很慘 偶然黑人 他玩偶然黑的時候 我看得很開心 不過呢 我平時覺得很快 我們下次來 繼續跟大家歡樂一下